走進蔡園用台語親切向民眾拜票 國會秘書長李建興女兒李滋庭 為了民進黨宜蘭原神 向議員補選初選 賣力奔走 來到市區新生代李滋庭的競選招牌 高掛在路上 對手前相代藍萬億看板 已經放上醒目的位置 上面還寫著對的路 我們堅持走到底 地方推舉承認 相代藍萬億攪除議員 新生代李滋庭表態參選 並希望透過民主程序 以民調決勝負 黨內內參民調顯示 李滋庭百分之二十五點八 領先藍萬億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五 但藍萬億認為 民調不在提名機制辦法內 伊朗黨部主委陳俊宇 以及原參相待會主席 許芳明積極協調 不過許芳明一次因為此事 太操勞在二十號 因為心臟疾病此事 藍萬億立即停止選舉活動 李滋庭更宣布退出黨內初選 到底由誰來選 兩人態度保留 綠營人選喬布隆 現黨部召開臨時 職位決議開放登記 國民黨將在二十六號 開會討論提名作業 原山相場張儀化的妻子 黃文如已經表態參選 他算是無黨籍 但被歸類在藍全的陣營 民眾黨則還在評估當中 最晚二十八號會有結果 民進黨內所有誰出現 也成為這場選戰的關鍵 3D新聞黃國六 黃昇杰一旦參報導